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东西还要讲一下吗 加件乘出谁不会啊 那我们在例子当中试一下 假设我定义一个变量等于11 再定义一个BB等于R 那我如果让CC等于$AA加$BB 那大家可以来猜一下CC的值是 当然它肯定不会是33 否则我也不会让你们来猜 那我们看看 它的值是什么 11加2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说过 在Linx当中 在Linx的12当中 我们的变量的类型 默认全都是字符串形 所以它认为 A的值是一个字符串摇摇 BB的值是字符串 让它俩相加 就是用加号把它连接起来 这整个是一个字符串 付给了变量CC 它根本就不会进行数值运算 那如果想要进行数值运算 在Linx当中 就必须使用特殊的数值运算方法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它的数值运算的方式 在学习数值运算之前 我们先来学习一下 Dclare能量 这条明定的作用是 声明变量的类型 它的格式是这样 Dclare 用加减的方式来确定 你是否给这个变量 给这个类型 其中 减号是设定变量类型 加号是取消变量类型 这个啊 比较别扭 跟我们的正常习惯不一样 正常习惯是 加号是给定值 减号是取消 那这是反的 减号是设定 加号是取消 那能够给什么值呢 看减号i 就是给这个变量设定为整数型 那我们就知道了 如果要想让CC 可以计算 那肯定就要把CC的值 计算成为这个整数型 它才能够进行数字计算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杠X 用来把变量设定为环境变量 杠P的作用是 查看这个变量 查看这个变量的 被你设定的类型 那我们可以试试 刚刚A和BBCC这个变量都有了 我们可以用D Clear Clear 杠P 来查查 A变量 A变量的值 是11 它没有任何 DClear属性 那如果啊 我要给它 把A变量 申明成为环境变量 我们前面学过了 Export 后面跟A 就是把这个变量值 申明为环境变量 它现在是环境变量 再用DClear 来查询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A变量具备了DClear-X属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把变量申明成环境变量 其实就是 给这个变量 赋予了DClear-X这个属性 当然 用Export的申明 和用DClear申明 都可以把这个变量 变成环境变量 那我们可能还是 更加习惯于使用Export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那好了 知道了DClear命令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它的数值运算方法 第一种方法 就是用DClear 把你要运算的这个变量 申明成为数值型 看 前面A和B复值 然后呢 把CC定义成为数值型 然后让它们进行运算 这样的话 CC的值 就不再是11 加22这个字串 而是33 它才会正常 进行正常的数值 当然 Linux的 Sher也是支持 加减乘除等等 各种运算符的 那具体的运算符 我们后面来讲 我们暂时呢 就先用加号 用加法来试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试验一下 刚刚看 CC的值是11加2 那我们可以用DClear 把CC 强制 申明成为 申明成为数值型 这个时候 回撤 再来查看 CC的值 哎 大家就会发现 它的值 变成了11加2的结果 而不再是这个字符串的简单的压 那这就是第一种数值运算方式 除了这种 还有第二种 使用ESPR 或者Lite数值运算工具 那同样看 AA加BB 那给它复值 DD呢 等于ESPR申明 后面加AA加BB 这个刀罗小括号 跟我们前面讲的 是把命令的结果 把这个命令的结果 执行结果 付给DD 而不是把这个字符串 所以把命令 要用刀罗小括号过去 而且这里小心 加号的左右两侧的控格 是不能省略了 否则会报错 那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DD等于刀罗小括号 后面写ESPR 让它等于 $A控制加 刀罗BB 给DD复值 它的值是$A加$BB 这个时候 ACO$DD 大家就会发现 它的值跟第一种 这种算法是一样的 都是数值运算 算出来的值 是它真正的这个数值加法 那这是第二种数值运算 ESPR和Lite工具 差不多 大家知道一个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不两个都讲 其实这个 你没发现格式 其实挺复杂的 并不太符合 我们的运算习惯 所以超科并不太推荐大家用这种 那我们到底应该用哪种方法吗 超科可能更推荐大家使用方法三 这种方法算更加直观 用刀罗两个小括号 把算数符扩起来 就可以直接运算 大家注意 是两个小括号 如果是单小括号 代表包含起来的是系统定律 双小括号代表包含起来的是 要用数值运算 当然也可以用刀罗中括号扩起来 其实最常见的 在我们写程序当中 最习惯的还是这种运算 那就是说 给A和B和B复值 F等于刀了双小括号 把它扩起来 这时候F的值就是他们的运算结果 那这个时候 他们之间的控格 其实包括这块的控格 有没有都无所谓 它就不是太严格了 那我们重新来 刚刚弟弟有了 那我们就FF等于刀了双小括号 然后呢 为了看得清楚 我就给他扩开 $A加$BB 这个时候 echo$F 它的值也会计算 那这是三种数值运算方法 第一种是用declare 把你要算的数值 生名成为数值型 第二种是 调用ESPR或者Lite运算工具来计算 第三种呢 就是把你的运算符用刀了双小括号扩下来 那其实 看你的个人习惯 你愿意用哪一种 其实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推荐这种 因为在程序当中 这种方法可能更直观 当然可能还是个人习惯 看你的吧 你们愿意用哪个都是可以的 只要可以运算 就是可以的 好了 这是数值运算的三种方法 那 在Linux当中 我们到底支持哪些运算符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些运算符 全都可以支持 而且小心 这里有优先级 优先级 这个优先级啊 比较变量 它是数值越高 优先级的顺序越高 而不是数值越小 优先级越高 也就是说 乘除取模 比加减的算数优先级高 这个是跟我们的数学运算是符合的 所以大家小心 优先级是从上往下的 哎 越靠上了 优先级越高 啊 越靠上了 那 其实这么多这个运算方法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什么 加减乘除 没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逻辑语 逻辑货 等等 等等 那我们就举起个例子 常见的 那第一个就是加减乘除 看这个运算符啊 比较扁扭啊 比较多了 其实你只要把所有的运算符都用到了双小括号 扩起来 里面的你就你的数学怎么写 它就怎么写 当然可以用小括号代表这个优先级更高 哎 如果没有小括号 加号的优先级比乘除都低 它会先乘再除再算加 对吧 但是加了小括号 这个优先级就会很高 其实就说 你只要用刀的小括号扩起来 里面你想算什么 都是按照你的需求 随便 那我们写一写吧 那么刚刚是FF了 那这这呢 我就直接等于刀的小括号 就拿数字直接写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 我们加一下 7加8 然后呢 乘以个6 然后呢 除以个3 好了 给它复制 然后就可以看看 它的值是 哎 30 运算是30 没错了 好了 这就是 数字运算 我们可以用小括号调整 这个星级 当然还可以进行取余 那14除以3 14不能被3整出 余数是2 所以 比例的值就是2 这个很好理解 那这个逻辑语 可能超哥要多说一下 有逻辑语 就会有逻辑获 啥叫逻辑语 就是相语的两个数 两边都为1 语出来的结果 才能 逻辑获呢 相语的两个数 有一个值为真 有一个值为1 语出来的结果 就为1 这个啊 大家可以想象成什么 大家可以想象成什么 这个逻辑语是交集 必须两个圆圈 在中间都同意 它语出来的结果 才是真 有一个值不同意 语出来就不行 逻辑获呢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互相 只要有 有一个 它就语出来 就是真 语出来就是真 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HH等于 到了双小括号 我们用 1 逻辑语 1 那H的值 就是 1 因为 相语的两个数 都是1 语出来就是1 但是如果有任何一个数为0 那H的值就是0 哪个数为0都不行 两个数都改为1 语出来的结果才为1 好了 这是逻辑语 那逻辑获呢 JJ等于 到了双小括号 后面呢 1 双数 杠0 那这个时候 I call 到了JJ 只要有一个数 为1 语出来 就为1 当然 如果两个数都为1 语出来的结果 当然也是1 那 如果两边都是0 逻辑获出来的结果 才是0 这就是 它的逻辑运算 这个啊 逻辑运算 在我们的编程当中 比较重要 现在看看能看不出来有什么特点 我们在后面 在讲程序的时候 需要他做一些判断 需要他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记住 我们可以支持 语运算和获运算 语运算和获运算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就直接 这节课 我们讲了 第一可怜命令 然后讲了 这个数值运算的三种方法 超额推荐 使用高的双小括号 把数值运算 扩起来的这种方式 最后呢 我们讲了这种运算符 运算符非常多 那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 把所有的运算符都取入 我取的 这么常见的 其实最常见的 就是我说的这几句 什么 加点乘除 取约 然后逻辑运算 其他的呢 我们在Linux 12当中 用不到太过于复杂的数值运算 所以知道这些 就已经足够了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新说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